今天的中国禁闻但应看到最近引爆重庆官员雷正傅不雅视频 以及中南海高官范月丑闻的人民监督网遭到封杀 创办人朱瑞峰的三个微博账号被删除 朱瑞峰表示他的内部爆料已经让当局忍无可忍 所以高层直接下令封杀 人民监督网于2006年6月由公民记者朱瑞峰创办 2007年5月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批准成立 自成立以来人民监督网揭露了中国各地49名厅级以上高官 32名处级以下贪官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员被党纪处分 免职 撤职或送进监狱 目前网站已经无法登录 而朱瑞峰的三个微博都不存在 朱瑞峰对新唐人表示 他目前仍然比较安全 但由于他最近对特工夜总会的爆料 导致有些人极其恼怒而采取了行动 我的微博全部被中央办公厅下令封杀了 我的网站因为报道中南海高官范月 还有关键词特供 一直遭到他们的评比 但一些民间的反腐人士 并不像朱瑞峰那样安全 江西三名维权人士 刘平 魏忠平 李思华 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而在7月16号被刑事拘留 此前他们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和呼吁习近平结束独裁体制的照片 在网上广为流传 截至目前 仅北京至少有13位维权人士 因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 而失去人身自由 16号晚 维权法律学者徐永志 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 理由是涉嫌聚重 扰乱社会秩序 徐永志是公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 他倡导以非暴力的方式 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近中国有很多维权人士 失去自由 像上海的王寇马 魏勤 北京的自由作家 杜斌和杜岛斌 还有北京风行网的总监 侯志辉等 他们都被当局扣以寻衅滋事罪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 华普还表示 中国目前处于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 民间越演越烈的拆迁抗争 加上几百万大学毕业生 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等问题 使中国成了巨大的火药库 一个火星就能引爆 所以中共现在处处要灭火 想改变中国的这个症状的话 非常简单 一 清算血带帮 第二 平反右四 第三 把中国的所有的异议人士 危险人士 从监狱里放出来 解决扫兽民的问题 解决这个自焚的问题 都是非常能抓住这些心的问题 民生 民地都在于这些问题上 都可以引用而解 这个比抓几个大的贪官 更有民心 学者观察 从现实看 中共目前还是沿用原来的维稳老路 仍不惜一切代价镇压 新唐人电视 易如宋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